夏天是梨子的季节 云南三星种植高阶梨面积将近43公顷 所出产的风水梨和黄金梨被称为上将梨 果肉细致 脆甜多汁 很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72年次的林严增是当地少见的年轻梨农 接手家中果园近10年 从农的这期间 他历经自己生了一场大病 以及天后造成的严重果树病害等重重的考验 十年没见 现在他种出来的梨子 常常不用进到拍卖市场 网路顶购就小小一空了 我们会先就是试大小 然后再就是会打开 它就看了 它就全重度 这个就还没有很少 大太阳底下巡员 林严增不只用眼睛看也用双手摸 每年六到八月是宜兰三星上将林采收期 采果工作就像在果园里寻宝 看一下它成熟了没 打开它的仿赛层 这个就很漂亮 这就是我们拆福袋的感觉 这一棵看起来果斑都已经非常开了 而且都很平滑的感觉 表示它成熟度已经够了 从外观来看梨子它的成熟度就是 我们看它的果实上面的果点 就是看它后面这边 它的果点如果越开 就是它的距离越大 就是没有挤在一起 然后黑黑一圈 那表示它的成熟度也是会比较好的 说大果实像是青苹果 捧在手心分量十足 成熟果皮要能洁净金黄 套袋少说要两层 才能抵挡得住阳光曝晒和虫鸟啃食 果实也才能饱满漂亮 我们三星这边也是一个主要的品种 就是黄金梨 那它的特色就是说它就是绿皮 然后再来就是说它的口感是脆 然后甜度高 然后甜度大概到12到14度 它吃起来口感是脆 然后它的甜度很高 有点像吃甘蔗的感觉 对不对 很甜 只可惜这么甜滋滋的味道 在都会区几乎看不到 因为光在产地就已经功不应求 宜蘭三星这边大概都采到8000分 几乎是完熟 对 所以它的失败率就是它的损伤会蛮高 可是它的整个果实成熟度会很好 那品质就是口感上都会比较好 对所以一般三星上将里它很少在市面上看得到 大部分农民都是自首 对然后有固定客人 那时间到就是有客人会预定 那时间到果农采收就直接寄出去 对就很少在市面上看得到 即便每年有固定客员 林彦曾对这片里数的呵护还是很周到 小时候看着爸爸种高阶里辛苦 长大后看到自家果园缺工多年 在广告公司上班的他决定回家接下种植工作 需求量都很大 可是种的人越来越少 那它的品质又很好 所以就想说可以试试看这样子 刚开始会很新鲜 可是你做久了之后 你会发现你只要进去田里 你会有做不完的工作 对啊你现在要除草要干嘛 就是你会有做不完的工作 就是从早可以忙到晚 他花了几年时间与土地亲近 了解土地的需要 逐步减少农药使用 也不喷洒除草剂 第一个我们会看草象 就看杂草 因为如果杂草长得深绿色 或者它长得很好 叶子很大 那表示你的肥料够 它有杂草覆盖 我树下有杂草覆盖 它土壤不会阳光直射 它可以保湿然后保温 那再来就是说 它土壤里面的生态会比较丰富 但这么一来 园子里要做的工也就更多了 我们树下来的草 然后覆盖上去 它就会变比较松软 它的油进质会比较多 有利于它根系的发展 这些年也因为大环境天后影响 不只产期延后 连产量也少了很多 产下来的果更需要花人力 和时间整理 出货前得检查再检查 这个水分 对 但是 没有你的气氛 气氛就没来 没那么高 我们没有办法去试说 到底有没有那个瑕疵 这个还看不出来 对 看不出来 然后就 没有你两个人就干脆 就不要了 上降梨最怕台风和高温 气温越高 越容易出现黎密症 有时外观看不出来 只能忍痛切开确认 但这一颗它这个部分就会 它有点颜色比较暗 然后 这个就会有疑似黎密症 那我们就把它切开来看看 没有 这个就很明显 它这个部分就有 出货的话我们就是 主要就是看 像这个品种风水 那我们会仔细地检查 因为它冰过之后 它的黎密症会比较明显 那我们出货前就是 再做一次检查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们看它的外形 或者是 有没有一些损伤 就是在挑掉这样子 这些对果农来说 统统是损耗 想要有风水的修成 挑战越来越大 其实高级里受天候运数很大 从假期之后怕下雨 下雨会影响受粉 那再来就是说 宜兰这边会有寒流的问题 寒流它会影响它生长 那夏天就可能会遇到 那个 太热 太热会大面积的黎密症 有一年就是遇到 夏天很热 那因为我们风水比较多嘛 那就遇到 采下的果在八成 全部黎密症 完全没办法卖啊 因为挑不完 没有那个时间人力 去挑那些黎密症 千挑万选才能有这般果肉细致 之多脆甜的上降里程线 但梨子可不只要脆度和甜度 这么简单 色泽 外形和果肉密度都要兼顾 每年冬天从嫁接花包后 接着寿粉开花结果 直到半年后收成 五分地的园子里 有将近150棵果树 每天总有工作等着它完成 那时候可能还觉得自己年轻吧 就觉得早上早起 然后晚上可以做到很晚 不会觉得累 早上可能四五点就起床了吧 天刚亮就开始做准备啊 然后就忙到 忙到可能九点多 太热然后再回来 然后就采收期间嘛 就是我们开始打包啊 准备出货啊 到傍晚就又太阳比较小 再去采收再回来 因为如果那时候面积大 大概可能连续一个礼拜都是这样的生活 对那一个礼拜可能睡没几个小时 可能坐在空档密一下 坐在空档密一下 可是到后来就受不了 从种植采收到销售全都一手包办 劳累长年累积 从奴的第六年身体对它发出警讯 因为我是处于肝脏 就算肝农养的 然后肝脏发炎它已经扩散了 然后人开始发烧 莫名其妙的发烧 去医院检查才发现 体力真的差很多 因为那时候刚出医院 连走路都有问题 对因为就整个人 原本大概快九十公斤吧 出医院的时候剩六十 对因为完全是没办法禁止 然后就变得很虚了 生了一场病 他发觉体力不如从前 于是把种植面积缩减一半 让他和家人可以专心照料 剩下的四十棵果树 碰巧朋友要顶让一间丼饭餐厅 他决定从农业斜杠到餐饮 所以我们认识很多农友 种米 种蔬菜的什么水果茶 什么都有 那我们就想说 那农产品到最后还是什么 会到吃的这一块 那我们那时候开餐厅就想说 那我们就把它结合 把这些农产品推广给消费者 对那让消费者去知道 它的价值在哪里 那时候是抱着这个出发点 去开自家餐厅 做一下青子洞喔 他期许自家经营的农饭餐厅 可以有另一种角色 是推广宜兰农产品的指销展 我们当初的发想就是希望吧 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认识的农民 对 然后也可以帮助宜兰这边的农业 对 尽一点点小小的心理这样子 所以架上不只有在地小农产品 也把自家上酱梨做成甜点 过去曾开过早餐店的太太吴一斤 陪着她研发出不少菜色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 就是我们上酱梨做的梨子果肉 那它是用糖制的方式 先把它保存起来 这样子我们要做果冻的时候 就会比较方便 切好的果肉 我们就先放在旁边备用 那我们现在把刚刚准备好的果肉 然后平均的分配在每个杯子里面 再将果冻液注入杯中 冷藏后的果冻吃来软Q滑溜 带有上酱梨的香甜味 我们自己是农家嘛 那起来的梨子一定会有一些是 可能没有那么甜 或者带一点点那个酸味的 那我们就会拿下去煮汤 那尤其煮鸡汤的话 那鸡汤吃起来会很清甜 但把上酱梨拿来品鸡汤 可是离农人家的专属福利 在汤里添加的果肉 让鸡汤喝来不止口感丰富 更多了些清甜味 不同的尝试 创造出不同的惊奇 无论餐饮或是农业 看来林妍曾都已经找到自己的定位 朝着目标继续努力 都看到这里了 想必一定很喜欢我们的影片吧 大家好 我是凯纯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咯